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找到分解台 打開合成介面 嘗試放上我們的 預隨鍵 目前看起來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我們就再放上 預隨帽帽 有一顆鑽石冒出來了 那我往是覺得他應該是依據 裝備的耐久度來分解 退回給我們東西如果我們 裝備耐久度滿的話說不定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直接獲得預隨錠喔 我們就先把它放回去 不分解它 再來我們再試試看模組的裝備 目前看起來是 沒有反應的 為了試試看我們到底能不能 萃取出預隨錠還有 這外骨骼機械胸甲中的電池 汪汪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來弄 好多好多的圖書管理員 其中弄出修補附魔書 把他們的耐久度弄到滿滿的 再把它丟去分解台分解試試看 這就是汪汪今天這集 大概的計畫 那在今天這集開始前呢 還請各位留給汪汪這部影片 超過100讚的喜歡 汪汪今天預定我們一定會獲得 經驗修補書 因此你們每超過100讚的喜歡 我們就來多送小白 一本的經驗修補書 讓他的裝備也可以無限回耐久喔 開始來執行我們的計畫 先來從箱中掏出些許的書本 木料箱中掏出些許的木頭 我們就能來分解木材 製作半磚 製作書櫃 中間放書櫃 利用半磚畫個T字型 就是講台囉 材料被妥接著選擇 我們要開拓的區域 樓下這一層四樓 就是鏈鐵工廠 我們再下一層樓 這邊目前沒開拓 相當的空曠就選擇這邊好了 找個好位置 掏出生怪磚 放置生怪磚 再利用上一集的生怪磚之鑰 控制這個生怪磚 我希望村民出產的數量 一次不要太多 所以我們弄低配的 並且速度要快 我們儲存之後呢 放入村民生怪彈等他生出來 喔!生出了一隻了 先一隻就好 在角落放置一個獎台 希望他能來領取職業 變成圖書管理員 做個跟列鐵工廠差不多的 村民預備交易戰 就可以準備好錢錢 看看這圖書管理員 究竟賣些啥囉 他賣了 擴容彈夾1的附魔書 好像很厲害 也不曉得能幹嘛 總之我們先買他一本 幫他記錄交易選項 接著來看看下個圖書管理員 究竟會賣些啥 喔!他會賣書櫃 那汪汪覺得這個好像也是蠻重要的 我們先來幫他記錄交易選項一下 為什麼需要一個書櫃的圖書管理員呢 那是因為啊 這樣我們就能搭配分解台 把書櫃給放進去 直接掏出要跟村民換附魔書的書 以及我們有無限的橡木木材囉 無限書本無限木頭資源確保啦 考量到未來可能會有大量需求的情況 汪汪又弄了一個 同樣也是賣書架的圖書管理員 多了一個螳蟹過載 也不知道是衝三角的附魔 我們先記著 接著我們繼續快樂抽獎將 喔這是一個爆炸保護山的附魔書 好像沒有很需要 我們就把它拔掉再放一次 就又是一個全新的圖書管理員囉 不要再給我書架了 請給我一些別的 喔喔 無限附魔書 嗯 水桶可以無限 考量我們玩的是模組生存 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們就來給這水桶附魔看看 喔哇 喔哇 無限水桶欸 我們要到哪邊來去做測試 阿汪汪覺得齁 尼亞斯加過於乾燥 他可能會需要些許的濕濕 所以我們來潛入到內部 給他一個大水庫 就在他的地下室這邊 排放水源 喔哇 這真的是一個無限水岩啊 我的天啊 從此尼斯加不再缺水 全都要感謝汪汪的努力 那既然都有了無限水桶 大家應該是在跟我想相同的事情對吧 會不會有無限岩漿桶 阿沒有無限岩漿桶 那有沒有無限牛奶桶 阿沒有無限牛奶桶 那既然有了多餘的無限附魔書 汪汪就又多附了一個無限水桶 我們來把他放在尼亞斯的淹水地下室 我們來看看尼亞斯哪天會發現他 回來繼續瞧瞧我們會抽到什麼酷酷的附魔書 節約風氣2 一直抽抽一直爽 再來抽一次 喔 深海漫游3 為了能讓汪汪抽更多 汪汪又把空間無情大擴建 我們繼續抽 第三抽 我們抽到了 經驗消補書 雖然有點貴 沒關係我們將就著用 汪汪就花了些許的時間 直接十連保底抽 來看看汪汪都弄到了哪些圖書管理員 這個上面的牌牌 有標明他的價格以及他的附魔書 這是一個29綠寶石的鋒利5附魔書 接著看下去還有 只要20塊錢的掠奪3輸書 我們再也不需要用掠奪1 都會跌到掠奪3了 這代表說 我們可以刷掉我們這破牆槌的附魔 重新直接附這本掠奪3的附魔書 並且不死剋星的部分 雖然汪汪沒直接獲得不死剋星5 但有不死剋星4這個價格還算說得過去 並且並且 汪汪又刷到了一個經驗修補書 他只要12塊錢 所以原本這個要38塊錢的經驗修補村民 你可以去死了 這多出來的空位 汪汪到時候再買新的圖書管理員 總之我們現在先來 套出汪汪大量綠寶石 跟他購買超多經驗修補附魔書 有了這麼多修補書 我們應該是想修什麼就修什麼了 但在那之前我們再來看看 這邊還有賣些什麼書 剛剛我們不是有獲得了一個 深海漫遊山嗎 汪汪這邊又獲得了一個 波濤三附魔書 並且我們有三叉戟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他 跟汪汪之前冒險獲得 可以用來爬牆的這個 超稀有牽竹蟲謝謝啊 他再也不稀有了 只要10塊錢 而剩下這三隻 似乎都是槍械模組的附魔 分別有後座力緩衝5 剛剛我們有獲得的擴容彈匣 但是我們現在有三等級 跟這個聽起來就超級厲害的 鄭重要害5 額外的 剛剛的這個節約風氣2 似乎也是槍械模組的 我們就來把這所有所有的經驗修補書 還有這些槍械模組的書書 通通放進汪汪的背包裡 正式來開始執行 我們今天這集的計畫 來把我們開場時獲得的經驗低下的裝備 通通用兩等級 敲上經驗修補的附魔 確認好通通敲上經驗修補後 試圖把一些著張到汪汪的身上 下一步掏出汪汪大量的鐵錠 帶著大量鐵來到煉鐵工廠 跟鐵匠們進行個交易 獲得大量的經驗值 可以看到汪汪手上的裝備 正在急速的恢復他們的耐久度 跑了個兩三輪後 他們的耐久度全部都回滿滿囉 我們就能來再次看向分解台 把這玉髓鍵放置上去 噢哇 各位觀眾 我們獲得玉髓錠了 它還退還我們經驗修補書 再把頭盔放上去看看 好多好多的玉髓錠 我們一共有五顆 再來三叉戟的話 沒辦法退回什麼東西 跟我們的模組裝備的話 它好像只能分解原版的裝備的樣子 這個包的玉髓感覺好像可以做很多酷東西喔 如果我們有借符盒的話 我們還能做一個保險箱 汪汪想測的東西測試完啦 剩下還有點時間 我們再來看看 這些槍枝的附魔 我們來把槍槍放上去 放上附魔書 嗯?沒有反應 會不會是要用這個晶片來進行附魔 看起來好像也不是 說不定是後座力不行 那我們來試試看 擴容彈匣 嗯也不能擴容 這個很厲害的正宗妖害 嗯也不行 那最後再試試看這個 節約喔 節約風氣 可以附魔 王王覺得很奇怪 就稍微查了查得知一件事就是 槍械模組有非常多種類的附魔 但不曉得是不是 模組包作者改過設定 所有的槍枝 他們親一側的 只能附 節約風氣2的附魔 對 節約風氣2等級 已經是最高等級了 雖然說不能玩到其他附魔有點小可惜 但這節約風氣2 聽起來 該不會是神子彈的附魔吧 來看看我們這散彈槍 他有八發子彈呢 我們現在來射射看 轟啊 轟啊 我剛剛發了兩發 但他 只消耗了一發子彈 喔 我好像覺得 我射了不止八發子彈欸 他 他就跟耐久附魔一樣 是不是 他有機會 不消耗子彈 射出子彈 喔 但這看運氣啊 這大概是耐久2的等級吧 雖然多了一個耐久2不到古彈的等級 但這讓我往想到 之前我們拿到的是把AA12啊 大家說如果他有骨彈甲變成50發子彈的話 會變超級厲害 我們就來給他稍微附梗魔試試看 我們繼續看向鐵砧來 把我們的AA12突擊散彈槍附上節約風氣2的附魔 再一響天開一下給他個無限的附魔 啊哈哈哈 這個是不能附上去的 久違的來拿出我們的AA12突擊散彈槍 快速的填裝一下子彈填裝速度真的超級快 開始射擊 這是不是就是大家想要的古彈的感覺 我們再填裝一次 填裝速度超快 並且高速散彈槍 呃好好這還是看運氣 最後的最後我們再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系列最厲害的防禦裝備 外骨骼腳腳帽帽還有身體我們都有了 只差一件褲子的部分 褲子的方法就是我們常見的這個暗影錠 太一定還有暗影合金外加一個芯片 芯片最麻煩的就是要一個電池 我們就來順便把它做出來吧 電池的部分 我們終於能來開這一箱了 來看看 這是尼亞斯送的包裹 你累了嗎汪汪 來罐 保利不是把來顆電池吧 感謝尼亞斯贈送的電池 我們接著就能來 摸摸傳送石碑回到汪汪的房間 掏出我們之前打好壯壯殭屍 掉落的暗影錠太坦錠 暗影合金還有紅寶石跟下界石英 回到工廠區 掏出我們冒險時獲得的電線 還有汪汪無限的紅石 我們就能找到合成台 放入紅石動力征服用的紅寶石 台灣常見的半桃體戰用電線綁在一起 最後插上電池變成芯片 堅硬的小腿護具 稍微軟性的可痛關節材質 最後在機機上插上芯片 我們就合成外骨骼機械護腿囉 任務完成現代化裝備 獲得任務獎勵 不死圖騰 來到一個視野空曠好地點 穿上整套來給各位看 先是我們一開始就有的腳腳的部分 光是腳腳就有13點的防禦力 並且會有跳躍提升的效果 再來則是酷酷的部分 防禦力超級的高 跳躍提升變成2 還有加速移動的能力在穿上這外骨骼胸甲 直接獲得抗性2的效果 最後最後我們的外骨骼機械頭盔 全防禦力總體上來 增強到了整整50點 又多了YES的效果 換個視角稍微轉個身 給各位看一下 這套裝備整體的外觀 看後面凸凸的 那今天這集汪汪就是搞定了圖書管理員 升級了我們的護甲 還有我們的遠程武器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六眼塑 修補書換玉水定 賺爛了賺爛了 感謝各位收看 BBBBBB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哈哈哈哈